我用另外的帳號,因為Google帳號其實早期可以多申請幾個 現在還是一樣可以申請,證證越來越嚴格了 還有當然最怕是被盜用的問題,所以一定要設定兩階段驗證 它裡面有一個叫兩階段驗證,所謂的兩階段驗證就是說 如果你登錄了你的Google帳號之後 帳號然後密碼加上去,登錄的話你就登錄吧 帳號密碼打上去的話 當然這個地方理論上早期是直接可以進到Google帳號,你的資料裡面 如果你登錄進來的話,假如說別人也知道你的帳號密碼,那你不是被看到 所以它多了一道,叫兩階段驗證 所謂兩階段驗證就是說,它會傳一個簡訊到你的手機裡面 那也就是你手機,只有你才看得到 OK,那這個兩階段驗證我是建議一定要設定,否則的話 如果你的那個 這個帳號密碼 被有新人知道的話 那 它就有可能登錄 可是呢 如果你設了兩階段驗證 變成說 你一定手機要在你旁邊,有沒有剛剛我一個 簡訊進來了 那這個簡訊的話,裡面就會 傳給你什麼 傳給你那個 六個號碼 也只有我知道了 如果 別人如果也拿到我的手機,那就沒辦法了 他如果兩個都知道 那不過呢,這種機率很低 像基本上呢 Google有這兩個這種 機制的話呢,基本上 你可以設定要不要再驗證 如果你不要 再驗證的話,那打過就可以了 不過理論上這個不要打過,按繼續 下一次再登錄,還是要再輸入一次 你收到的簡訊才可以再登錄 那這個我基本上 覺得還比較安全一些些 到目前為止 只有臉書帳號被盜用過 那個Google帳號沒有被盜用過 這樣會相對的安全 那可是要怎麼去設定 其實你們可以到哪邊呢 當然第一個,你登錄完之後 你的那個右上角 會有一個你的帳號 比如說我這邊,這個我自己設定一個帳號 然後 設定帳號裡面的話,有一個叫隱私設定 隱私設定裡面的話 如果你還沒有設定兩階段驗證 我還蠻強烈建議你可以設定 不過前提是 你可能那個帳號密碼自己要記得 因為可能蠻多同學 平常 比較少用Google的東西 不過我還是蠻誠心 推薦 Google的東西 因為它裡面的 資源真的還蠻 豐富的 而且 大部分都 不要花任何一毛錢 那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你進到裡面之後的話 他有一個專門是讓你去設定安全的部分 記得好像在哪裡 這個是裡面的政策 進到裡面 那裡面的話呢 我們 看一下這邊 總覽 這邊有隱私政策 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是我的帳號 記得是從這邊進來 那你可以找到什麼呢 找到那個 什麼的安全 這邊有個 登錄安全性的 裡面的話呢有一個個人隱私的 設定相關的 那甚至其中這邊有個找回手機啦 比如說你如果手機剛好也登錄 同一個帳號密碼的話 你如果按開始檢查 我之前試過 手機忘了放哪裡 那個手機會響 然後就知道在哪裡了 也可以 從電腦 登錄之後 但是要登錄同一個帳號才可以 那這裡我們要兩階段驗證的話 我記得是從這邊有登錄的 Google這邊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個什麼 兩階段驗證 那如果說呢 假如說你進到這裡面來 登錄Google 因為我已經啟用了 所以這邊兩階段驗證 它會是啟用的狀態 但是如果你的那個帳號裡面 沒有顯示兩階段驗證的話 那變成你只要帳號 密碼登錄就OK了 不過這前提可能就是你手機也不能 離開你 離開你你還是沒辦法登錄 OK 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個 那登錄進來之後呢 未經兩階段驗證 也進來的話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可以 第一個登錄Google帳號 第二個的話呢 再去點選你的YouTube 那當然有兩種可能性 一個是如果你之前已經連結過了 它就不會再問你說 你的Google帳號要不要跟YouTube帳號連結 但如果說你是 沒有連結過的 它會跳一個訊息 可能會問你幾個問題吧 包含就是你是不是 你的生日一定要填 因為它缺了你是不是滿18歲 我剛才有提過 那個部分一定要做 那如果那個已經做過了 基本上你進來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 那它目前 切過來呢 這個也還是沒有登錄 所以變成這樣 你如果已經登錄Google帳號過 你還要再按一下登錄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可以讓你登錄到你的YouTube帳號 這邊會有個什麼 傳訊通知 現在不要好了 OK 那你會發現呢 你的YouTube帳號 就被你登錄了 所以這個是 第二階段 它有點像是 先從Google 登錄到YouTube 有沒有 YouTube的話呢 看到的結果就長得像這樣子 那你怎麼知道你現在裡面有多少個影片 有多少個播放清單 要怎麼上傳 特別注意喔 你要從哪邊開始 一你要先登錄進來 第二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清單 對不對 如果你要看你裡面有多少個影片 請特別注意呢 關鍵就在這裡 叫創作者工作室 一般使用者當然比較少啦 少進到這個創作者工作室 除非你要上傳影片 成為一個YouTuber 不一定成為YouTuber 你要上傳影片的話 你都要從 創作者工作室進去 所以這個等於是一個窗口 那怎麼進到裡面 那你就點選它就可以了 那點進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什麼 包含就是說呢 你現在這個 什麼呢 因為我這個頻道 這個頻道基本上只是 上課練習用的 所以它裡面 大概就之前我們練習的影片 如果說呢 你的那個頻道 假如說 有傳非常多的影片 它這邊會顯示什麼 您預估的收益 而且這個數字呢 會讓你看到 意思就是你這個月賺多少錢 美金 會顯示出來 因為我現在上面沒有傳什麼樣的影片 所以也不會跳 但如果說你很認真經營的話 隨便這個數字 每個月每個月都會增加 而且增加了速度 頻率很快 因為我看到最近那個很多的YouTube蠻認真的 而且其實才剛開始起步沒多久 我看它的那個觀看次數就還蠻 蠻高的 所以可見得它那個 應該會 收益其實還蠻快的 那上面有所謂的觀看次數 還有訂閱人數 這個頻道居然還有人訂閱 OK 所以 還有10個訂閱 那可能是之前上課的時候 那 這個是資訊主頁 裡面的話有所謂的影片管理員 如果你要想要知道這個頻道裡面呢 有多少 上傳多少個影片的話 你可以從 影片管理員的下方 這邊有影片 還有播放清單 那請各位 待會做個練習 什麼練習 第一個 先把那個剛剛的影片先剪好 剪完畢之後的話呢 再來 剛剛我們用這個吧 我已經剪了三段了 其實三段只是練習 反正你就網路上找 最好是穿用CC的啦 如果其他也可以啦 只是說其他的可能 可能一傳上去 就會被YouTube發現 你是用商用的影片 他會警告 但是會怎樣嗎 好像不會怎樣 因為之前我有試過 你們等一下也可以試試看 不過我也可以試給你們看 應該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要怎麼傳影片 當然一樣啦 你要登入Google帳號 當然你這個地方不一定要進到 創作者工作室 上面就有一個上傳了 也就是我把它移到 最前面 你的首頁裡面 我們除了說可以從這邊進去之外 上面呢 有一個所謂的那個上傳 你也可以點這邊一下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出現說 你可以傳影片 那傳影片的時候要怎麼傳 他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用選的 按下他有沒有 比如說我點下他他會跳出這個視窗 問你說影片在哪裡 那我放桌面上 假如說我桌面上呢 有 剛剛零一零零零零三 我先傳一個零一好了 當然你想說老師我要傳兩個可不可以 傳三個可不可以 你就按卡錄鍵 這樣不就多選 你可以多選喔 你不要傻傻的一個一個慢慢選 按開啟就傳上去了 方法一 那方法二 也是我習慣的啦 不過 反正你們自己找一個方法啦 因為我的習慣還是拖拉 比如說剛剛不是有拖拉 我想說把這三個 一次呢 讓他傳上去 可以啦我就是用拖拉 所以他提供第二個方法 但是你記得拖拉的時候請你把它丟到綠色的框框裡面 不要丟歪丟歪的變成播放了 丟放上去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這三個影片傳上去 OK放開 那你會發現呢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正在上傳 不過我建議各位一樣我們這個流量很小 所以呢你等一下練習的話盡量 檔案不要太大 否則的話你會發現 光傳影片 就要傳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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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沒有辦法 OK 不過第二個就是說你傳之前 我先把它倒車一下先離開 你還是要注意一下從這邊進來 那我用 你可以點這個上傳然後可以用點的也可以拖拉 那不過記得下面有個隱私權 所謂的隱私權我剛剛有講過有三種 公開 就是你丟上去的影片 每個人都會看得到 而且從搜尋裡面 也可以找得到 但是非公開是 除非你告訴他 有這個影片的存在 他才會知道 但如果你沒告訴他 他就不知道 另外私人的話是說 只有你自己看得到 所以你可以設定一下 還有第四個是排成發佈 這個是新功能 之前沒有 排成發佈應該是什麼 你什麼時間 你先傳上去 什麼時間發佈 這個可能還可以排一下 有點像 你的影片還沒先上 你先預告 跟你的粉絲講說 即將 有影片上傳 但是是每天的九點鐘 才會看到 那可是問題 你不可能等九點 剛好傳 剛好可以看到吧 所以你可以先傳 等到時間到 他再發佈 那你發佈之後的話 你那些粉絲就會 第一時間可以看到 這感覺其實還蠻妙的 我覺得現在YouTube頻道 真的是有點 客製化自己一個 跟你的 同好 喜歡的影片 可以有個溝通的平台 還相當的棒 那 比如說我建議啦 你們剛才練習的時候 還是先把它切到非公開好了 如果說你是那個 可能有商業的話 建議就用私人就好了 然後試一下 這邊拖拉 放開 這個時候呢 他就上傳了 然後呢 不過呢 傳的過程當中 他還有一些相關的訊息 你會發現 這個是第一個 有沒有 底下是第二個 第三個 那你會發現 底下還有一個所謂的說明 這個說明指的是這個影片 你要不要敘述一下 到底裡面 影片是什麼樣的內容 那你可以說明一下 理論上最好是打一下 比如說我這邊 簡單的打一下 有個資料就好了 那下面這個 Tag Tag是標籤 這個標籤就主要是用在什麼 就是如果人家要Google搜尋關鍵字的時候 有沒有打哪些關鍵字 他如果打哪些關鍵字 剛好可以Match你的影片的 比如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Tag X 裡面的東西 你可以再逗點 第二個的話呢 是什麼 什麼什麼等等的 要求 要求 他出現重複 剛剛已經傳過了 所以這個 然後再來就第二個 他現在也正在傳 一樣的方法 所以可能你需要加一點 你的說明 然後呢 加一點你的Tag 你的Tag標籤 最後的話 記得 如果連三個都傳完之後 你可能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否則他沒有辦法發佈 上面有一個什麼 全部完成 全部完成就是你有三個影片 你要真的發佈出去 如果你沒有按這個發佈的話 別人也看不到 所以這點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先試試看 第一個就是先把那個 你們剛剛剪下的那三段影片 試著 把它上傳到那個YouTube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